举个库里新纪录片 看了吗 他能感受里面KD在宴会上 当面祝贺库里破三分纪录 感觉很融洽呀 这就是库里嘛 因为他派的所有纪录片啊 不可能 就这当中会对于其他的眼 尤其是共事国的队友 有任何指指点点 你即便是看杨兰特这种 当年怎么讲 也算是反复无常吧 因为他 包括社交媒体啊 总统发言 因为他是有先例的 你比如说现在杨兰特 纪录媒体在网上讲的 当年自己就是手滑 我这个 就是很意外 误触 最终好像说才点赞了 库里埋在库里的一些内容 但你要记住啊 其实呢 就这个智能推送 很早就有了 你也知道在国内还有国外 包括这人物智能发展 到底都有多快 一开始那会儿 就是各种社交媒体 APP之类的 根据你的个人性权爱好 给你推送内容 那你这个内容 能给你推送到 说明啥呢 说明杜兰特 要么就自己主动搜索 库里 他不行 而搜索这个 诶 有类似的一些其他一些评论 夸夸一顿华 一顿看 心里很满足 再有呢 就是人家系统根据你的 平时的偏好 你一刷新 就是埋着库里的 就是说库里如何如何 没有你不行 就是吹捧杜兰特 贬低库里的 这个也说明了 平时杜兰特 他的浏览习惯 本身有这种明确的想象性 因为当时他点赞了一下啊 那都已经是哪年 那当时那是国内很多媒体 都是大量存在这种智能推价了 人工智能嘛 所以这个 你即便说你是误触 那么你都解释 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再者一点呢 你说你是误触 那当年你这个骂队友二毛狗 当年那会儿 你不也是一开始四口否认吗 后来你怎么这个 被这个其他人 发现把柄了 发现确凿证据 把这个案子给定死了呢 不就因为 你后续露出了马脚了吗 所以 你考虑到这个人 他是有强壳的 那你后续再解释 都是苍白的 即便是对了杜兰特这么个人啊 而且各位都其实都清楚 库里杜兰特两者之间 是有互相之间的荣誉竞争的 你包括二零二年 库里夺了关之后 为什么长出一口气呢 因为就是有 不太懂篮球的人 总是拿之前什么 一个达拉 那些类似的奖项 FMP之类的 拿这个说事 那就是不懂篮球嘛 库里是当时二零二年 也是受到这种 不懂篮球的球迷 疯狂的攻击 舆论上给予他的巨大压力 夺关之后 当时才痛哭流涕嘛 就是释放了一下压力 所以库里是非常清楚 他跟杜兰特之间 有一定的荣誉之掌 杜兰特之前对于自己 也曾经在社交媒体 公开舆论环境当中 握警下死 当时的 但是你看库里 他派的纪录片没有 对于杜兰特也都是爱 就是不会说 对于身边 只要说合着搭档的 有任何挑逃简解 杜兰特 库里都能容纳 你算是他这个胸紧 这种胸紧呢 这个迈克尔乔南完全就是 两种纪录片的风格 这就是库里的这种人品 很正常 但是你不能说啊 什么 很融洽 因为库里只愿一把 篮球当中美好的一面 展示给大家 所以在他的纪录片里 不会出现 跟杜兰特之间 那种纷争啊 那种这不好的一面 他给透露出来或如何 不可能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